王一宝,不可以也是可以的,你永远都想象不到,这个孩子有多努力,不管多难他从来不说,因为他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情,也是自己热爱的,当你对他说三道四的时候,请你看看他的行程单,还有休息时间,小宝是个很通透的人,不走捷径,知道成功是需要自己踏踏实实做出来的, 他不是不知道疼,但他清楚说出来没有任何意义,他也不喜欢这么做, 当香奈儿的香水变成了云南白药的味道,你还会那么说它吗,不爱可以走开,请不要伤害,因果自有循环, 要做个善良的人,俩宝做自己想做的事,为愿俩宝百病不侵,身体康健。